这个玉珠晒干了 你看要不要装起来 可以 干了就可以装 我今天本来想把它装起来 后来我怕不干 还是怕霉之类的 所以说要你寝室一下 这样比较放心一点 像上次一样 又被你训了半天 要说到寝室这么严重 要寝室一下 我也平常好像没怎么说你 我现在干什么事一定要有推误 要干稳一点 这样的话 不会招待 我们老家 不会招待到什么意思 不会被说 这样子 又学会了一句 对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 看干不干 可以了你说干就干 我相信你 对你做什么事情我都相信你 那请拿袋子把它装起来 但是呢 我很相信你 但是我今天才发现你昨天骗我了 我今天看你的视频 我才知道你是骗我的 因为一直都是你在剪视频 所以你前面拍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 然后我昨天我问你吃了什么 你所说的 你所说的那个红烧肉 还有米饭 就是 所谓的那个包子 还有那个稀饭 我也只是 我也是今天看了你那个视频 我才知道 你不能这样子 是不是 我不在家吃 你就随便吃 不能这样子的 这样是没有营养的 虽然你是这么高大哥 但是也不能整天的这样子 吃这些 我就想一个人随便吃就可以了 哎 你老是这样子想 也不行了 就算是一个人也要吃好一点 知道了 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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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能这样子了 好都知道了 亏我这么相信你 这个是善良的谎言 是不是 因为别的事情 对吧 那今天这个事情我就原谅你 以后不能这样子 好都知道了 刚才我拿了你的手机 点了餐 因为今天我回来的比较晚一点 也就没有煮饭了 就点了餐 你点什么餐 我想吃那个水煮鱼 我就点了 你怎么跟我想你啊 我也想吃水煮鱼 我知道你也喜欢吃水煮鱼啊 所以我就点了呀 看样子我们两个人是新年性一点工作啊 嗯 差不多吧 放好哦 嗯 半袋 可以了 每一次都是放一丢丢 嗯 这个是怎么吃 这个是 这个是拿来 煲汤的 因为我们开平人很喜欢煲那个素味汤 它是属于那个清补凉的 那我只点了那个水煮鱼哦 还要不要煮一点饺子啊 你也喜欢吃饺子 哦 你没有点饭之类的吗 我知道你不怎么喜欢吃米饭 但是有时候你为了迁就我 你就说也可以吃米饭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喜欢吃那个饺子跟面食的 那至少你也点一份吃一下啊 可以啦 我都可以吃饺子我也行 哎呀 那我饺子不好意思啊 那行吗 那等一下我 我煮饺子给你吃 啊 可以 太委屈你了 不要这样子说啊 啊 啥委不委屈的 本来两个人就是要 相互迁就啊 是不是 给你点个赞 一个赞不够 要两个赞 做不下去 不管怎么样 我们整机开心就可以了啊 对 无论别人说什么 我们都不要在意 只要我们自己过得开心就好了 对 反正把你推一个 扫一扫啊 好 你做点休息一下吧 你看 大哥其实是很好的 虽然现在做自媒体 收入也不高 现在慢慢起步嘛 就是这样子了 是不是 大哥也挺好的 这就是为啥我要选择他的原因 对不对 对 对 因为你这句话我都蛮多了 亮女 送餐 到了是吧 蛮多的 挺香 流口水的 会不会辣 微辣的 微辣 微辣 嗯 准备吃饭 饺子 你不要等我了你先吃 饺子马上好了 煮完之后我再吃 我不等了 不要等我了不然一会儿凉掉了 凉了不好吃啊 饺子也马上好了 你先吃 西饭香 还是水煮鱼香 但是我在想啊 你作为广东人 大家看一下 这小小辣椒 它也不怕辣了 跟我在一起 有北方的口味了 这个是微辣的 也不辣的 可以了 刚刚好 咱们吃的比较香一点 以后都不能随便吃 知道吗 有时候一个人我就 随便吃一点 说话 怕你 担心吗 担心啥 这么大个人 你这样子我更担心 你知道吗 怎么煮红烧肉 当时我昨天我听到 我就心想 红烧肉它会煮吗 我从来没见过它煮过 原来所说的红烧肉就是包子 西饭 来我给你加 谢谢哦 不用客气 习惯了 说习惯了 我们先吃鱼 饺子等下再吃 可以啊 把鱼吃完 饺子吃不完的话 还可以做宵夜 把鱼吃完 饺子差不多熟了 我们打个饺子吃一下 不用装很多 吃完再装 公主 这么多吗 吃吧 没事 我来装一点 好烫 慢慢吃 要不然拿来醋之类的 不要 饺子就要吃烫的 太烫了 睡着烫 先吃鱼 来来来 尝一下 先吃鱼 饺子一样吃 跟人一起吃饭比较香一点 一大碗都吃完了 大哥你真能吃 好像我一个人吃的一样 我吃了一点点 我作证 你也吃一半 我吃一半 那你这样说我也没办法 开玩笑的 我吃三分之二 你吃三分之一 好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 给大家分享这里 下期见 拜拜